距离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开幕还有三天 航展亮点提前探 来关注无人机的参展情况 航天科技集团9院改进升级的飞鸿97A无人机 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 今年的飞鸿无人机系列产品 有哪些新的亮点值得关注 跟随记者提前探管 在航展现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无人系统的展台 我们可以看到飞鸿97A无人机模型 已经放在了非常显眼的位置 本届航展它作为中程辽机 也是首次揭开面纱 可以说此刻它已经准备好参展了 从它的外形我们可以看到 飞鸿97A无人机应当是具备隐身功能的 这就意味着在未来战场 它可以和有人隐身战机协同作战 同时从它的气动外形我们可以看到 它应当具备比较良好的机动性 可以有效地提升无人机 在未来战场上的生存能力 同时还有各种规格和功能的导弹 巡飞弹和无人机模型一同展示 这也预示着它们的结合 未来可以使无人机适应更多的应用场景 未来的战场已经呈现出 全域联合作战 有无人协同的发展趋势 无人装备已经成体系的 深度地融入到了作战链 颠覆了传统作战样式 从辅助性装备 转变为具有常规 杀手锏功效的重要装备 飞弹也完成了由传统的无人装备 向无人系统 再到无人体系的一个转型升级 动力系统是无人作战平台的核心部件 本节航展现场 航天科技集团9月 还将展出由航天飞弹公司 自主研制的 飞弹200和飞弹600T等 系列化成熟航空活塞发动机产品 这一系列发动机 已在多款无人作战系统中 开展实际应用 成功解决了无人装备 动力核心自主可控问题 截至目前 我们已经形成了 系列化的小型活塞发动机产品 广泛地应用到 我们所有的无人机平台 我们后续也会 持续在动力领域 开展更深层次的研发工作 未来的发动机产品 将适配于无人机 无人车 无人艇 等各类型的无人装备 本节航展期间 航天科技集团 还将举行飞鸿跨域无人作战体系 实景演示 集中展示 无人机飞鸿95中型集群的 体系能力特点 创新性展示该系统的 作战应用场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